偷偷告訴你,馬來西亞的生活多姿多彩得很 我可以很老實跟你講,如果你抱著打工的心態回來的話呢 一定不會好過 哈囉,我是Sharlene 這一次想要分享給大家 我是怎麼從新加坡打工 再移回來馬來西亞創業的 Let's go 因為之前我在新加坡工作了也有好一陣子 大概有六七年左右吧 在新加坡還蠻幸運 就是五年在大公司工作 Apple Apex in Singapore 我在那邊工作了五年 然後又被獵人公司捕捉過去另外一個德國公司 其實基本上來講,我在新加坡打工呢 其實是過著一個超級無敵舒服 而且是國工錢還蠻高的 就是之前在新加坡打工大概有五千五左右 新幣 那就是換過來馬幣大概有十五十六千左右吧 很多人就問我說你的收入那麼好 為什麼還要回來馬來西亞 其實每個人在每一個階段 我相信要追求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就是之前我覺得我過的生活都真的很好 就是優質的生活吧 就是那個生活品質很好 要吃什麼啊 要去什麼餐廳啊 要出國去哪裡都沒有問題 可是到了就是前兩三年 三年左右吧 三年多錢 然後媽媽就不幸就是患了癌症 就因為這樣 然後就讓我整個人生的那個觀點跟想法 一夜直接轉變了 之前就會覺得說媽媽 要賺很好的錢 然後要過很好的生活 要去很多國家旅行 然後就是吃好的啊 看到什麼都買買買 對就是這樣沒錯 以前的那個spending power也很高 我還甚至就是申請了PR 然後也在申請著那個新加坡公民 直到我們媽媽就是不幸患病以後呢 就我整個觀點跟人生的那個想法啊 還有憧憬啊 還有那個方向就有一點不一樣了 就覺得說跟家人相處的時間真的是很少 就是工作嘛 就是打工一定就是九到五啊 或者星期一到星期五 所以你星期六日的時候 週末你就恨不得是在家賴著不想出門那一種 我覺得說人生就不是這樣的 人生不應該是這樣 就是媽媽木木跟著那個時間表 打工打工打工領薪水 然後就買愛買的買愛吃的 然後就出國就這樣子 就完了嗎 可能每個人在每個階段追求的東西不一樣 放棄了這樣子好的那個收入 回到來馬來西亞就是比較艱辛一點 可能就要靠自己啊 創業啊什麼的 可是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們講 我沒有後悔過 是真的沒有後悔過 我很多朋友就是 其實也像我一樣 就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去到新加坡打工 過上一個很不錯的生活 就覺得說沒有辦法回來馬來西亞生活了 其實很多的朋友呢 都很想回來 可是他們一直覺得說 有一些心理的障礙 那今天呢就是我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要如何就是讓自己清楚 你所面對的障礙 是不是真的障礙 還有就是你的想法的那個方面啊 然後還有自己的一些小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開始吧 其實我很用心 你看我的那個用心 你看我把重點都寫下來囉 看在我很用心的份上 已經很值得like跟share了吧 哈哈哈 那其實有幾個要點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不要想著以打工的心態回來馬來西亞 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很好打工的地方 就是又安全又有routine 然後又很多那個交通工具可以讓你方便上班 然後也很好可以存到一筆錢 可以過上很優質的生活 絕對絕對不可以用馬來西亞打工 跟新加坡打工來做比較 因為曾經我有朋友就是我有問他說 他因為在新加坡工作已經不開心了 就覺得很空虛 然後我就慫恿他說 那回來馬來西亞啊 這裡又多姿多彩啊 然後也很多機會 就是他第一句話 回答我的那句話呢 就是 我回去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工 其實我可以很直接的跟你分析說 新加坡是一個很好打工的國家 而馬來西亞絕對不是一個很好打工的國家 那如果你有想到要回來馬來西亞的話呢 我是建議說 可能你可以做一些小資本的創業啊 或者是做一些 做自己的老闆啊 或者是做一些可能 property line啊 保險啊 就像我也是 part time做著保險 可能idea方面 賣idea或者是event方面的東西 那這些呢 就是比較時間自由的 那你就是可以同時做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同時賺不一樣的收入 而不是只是打一份工 就像你在新加坡的時候 就我跟這家公司 我就九到五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打工 我可以很老實跟你講 如果你抱著打工的心態回來的話呢 一定不會 好過 就 一定不會達到你想要的生活需求 因為 你打工跟打工沒有分別啊 那如果你是在新加坡打工 時間都綁死了嘛 那你回來馬來西亞的話呢 你可以時間自由的話 做更多的東西 然後達到你更想要達到的結果跟收入 如果你已經打算從新加坡回來 或者是你有想過回來馬來西亞的念頭呢 第一個絕對絕對不可以想的東西就是 回來馬來西亞打工 就你要讓自己有一個更清晰的方向 就是說 我回去不是為了打工的 對 那你就不會在哪 欸那邊打工賺多少 跟我在這邊打工賺多少 來做比較了這樣子 再來呢 我覺得就是 心態很重要 首先要清楚 你為什麼要回來馬來西亞 你一定要很正確很明確的知道 你要回來的目的 還有就是方向是什麼 比如說 以前的我回來的時候呢 就是想說 欸我可以跟我媽媽的時間可能 相處的會比較多 因為之前他有一部分的資料是在馬來西亞 那第一是家人嘛 第二就是我想說 我在新加坡 我沒有什麼 很多自信的朋友 就很多都可能 像我說啦 工作累了就回家 不會有人就是 出來跟你 哇 brother sister 那種 所以我就想說我很空虛 我就需要回來 就是找回我一些 真的很好的朋友 我寧願就是想要跟他們容易相處啊 或者是比較容易可以經常見到面 那這一個也是one of我的goal 我就覺得 人跟人的那一個connection 已經是我想要 move on 的direction了 現在我看中的東西呢 就是人跟人相處 build更多 create更多memories 在家人跟朋友的份上 所以我選擇了回來 那如果我很清楚 我的這個direction 我的方向了以後 是親情有情嘛 對不對 那我賺多少 會是排在第三位了 對我就不會自己心裡跟腦打架說 啊我回去等一下我賺不到那麼多錢怎麼辦 就很多人會自己一直 啊我想要回去跟家人多處在一起 哎呀可是我賺到這個錢 就一直會反覆在這個 這個圓圈裡面 然後一直就踏不出去 當你就是要set好你的那個目標 那你就是 這個目標一定就是要排第一 賺不賺得到多錢啊 還是交通方不方便啊 不再是那個主要的問題了這樣 所以我們focus在你回來的目的是什麼 一定要很清晰 所以我今天決定了我要回來馬來西亞的話呢 我的那個目的是什麼 然後呢我想說就是回來馬來西亞過後 我真的沒有後悔過 不是因為我賺的錢比以前多了很多 而是我所遇到的機遇 還有人好的connection 還有一些機會真的多了很多很多很多 而這些是錢買不到的東西 可以很老實跟你們講說 我在新加坡打工的七年到八年之間呢 我的那個圈子就是大概在我打工的範圍 我的老闆啊上司啊同事啊 可能偶爾有一兩個那個顧客會比較熟這樣子 我一回來馬來西亞以後呢 因為我是屬於自由業者嘛 就時間多了 我也可以比較容易to meet更多的人 有時候人介紹人啊 或者在不同的場所 Event的時候呢 就可以遇上 太快了 機遇、圈子 還有就是你可以遇到的好人 或者是貴人的那個 巴仙率又提高了 因為你讓自己有這一個提升的空間 像我剛才講說回來馬來西亞最好就是 創業或者是做一個自由業者 做自己的老闆嘛 那回來應該做些什麼呢 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優勢 或者你喜歡的東西 比如說現在我喜歡拍拍影片啊 拍照啊這樣子 那其實拍影片拍照 不一定說我一定要去幫人家拍影片 或者是我要幫別人拍照 我也可以就是開班教學 因為現在網路真的很發達 如果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我有很好朋友開了一家花店 那這個花店呢 其實是小資本經營 除了我有part time做保險 然後我還有跟朋友開了一家花店 其實超級無敵小資本 可是現在卻做得超級無敵好 因為我們一直在研發在進步 然後還甚至開班教課 插花的那種花藝課嘛 其實只要你肯做 只要你有喜歡的東西 只要你懂你自己的優勢 你一定不會餓死的 加上網路發達 你不再需要就是去登雜誌廣告啊 不再需要登那個電視機的TV ads啊 不需要了 你只需要就是網路 分享一下 寫一下 post一下這樣 就會有人知道你的那個生意嘛 就算小資本的生意 你也一定可以像我的花店一樣 就是越做越好的 重點是你要知道你喜歡的東西 或者是你的優勢在哪裡 不用開店也沒關係 然後就是在網路上 直接開Facebook page啊 Instagram page啊 然後去宣傳 叫朋友幫你分享一下 慢慢慢慢的 你就可以把生意經營起來了 學習人家怎麼做生意的過程 其實這個也讓我的那個mindset增長得很快 因為畢竟幫人家打工跟自己創業做老闆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人生其實很短嘛 你可以讓自己在進修爭執自己 學多一門技能 如果你可以創得了這一個行業 那你也可以創別的品牌 自己的value就會越來越高 這帶多少錢回去比較好呢 其實這一個問題是很subjective的 就是看人的 如果你回來馬來西亞說真的 你不是那種愛花錢亂買名牌的人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只是吃跟住 你真的一個月不用花費很多 比如說有些朋友可能回來就可以跟父母住啊 跟家人住 那你的那個住的那個費用也省啦 可能你可以更就是放心的去闖自己的事業這樣子 其實養自己三餐真的會很難嘛 我們過慣了優質的生活 我們放不下那個安全感說 那以後我吃不了大餐怎麼辦 其實真的不是你想像中那麼難的 只要你肯踏出那一步的話呢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肯你可以做到的東西 絕對比現在來的還要還要好 因為你的時間多出來啦 而且你很想要就是讓自己增值 自己價值高了過後呢 你可以心靈上金錢上還有Network上面 你都是三贏的 所以其實價值觀真的很重要 什麼才是真正影響我們生活素質 並不是你打工所賺到的多少錢 而是現在你所學到的東西 還有就是你踏出那一步以後 從沒有到有的這個過程 從出更多的時間 可以真的陪伴你身邊的人 最後我要分享的就是 自己回來馬來西亞三年過後的一些 心得還有想法就是 人生真的很短 家人都老啦 不是現在的話 那你要等什麼時候呢 我覺得人生什麼都可以嘗試 但絕對不要讓自己後悔 還有就是問自己心裡面那一句 賺錢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我以前我覺得物質上 我可以吃到大餐 我可以到處去旅行 我很開心 我比同年齡的人過得更好 可是現在我覺得 外面所帶來的富足感 富裕感 已經不比我心裡面感到富裕的那種感覺 來的開心了 就比如說簡簡單單的 可能現在我跟家人就是聚在一起 三天兩夜在家 什麼都沒做就是聚在一起 可能打打麻將啊 看看電視啊 講講話啊 吃吃那個steam board 我也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人生其實不是就是那麼簡單嗎 有些人的一生忙忙碌碌 因為他什麼都想要 而有些人呢 對人生感到茫然 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回來馬來西亞真的那麼難嗎 一點都不難 是看你有多想要 還有就是你的重點是什麼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在新加坡打工的朋友 如果你過的生活很開心 你覺得很充實 然後心裡很豐富的話呢 那你可以就是ignore我這個video 可是如果在新加坡打工 而已經開始漸漸覺得很空虛 覺得很想回來馬來西亞的朋友呢 我想跟你們講 真的不要把這件事情想的特別難 如果你回來真的是成功了呢 就是你會覺得生活真的是可以 比現在更精彩更開心的 如果真的你回來過後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而可能創業也不如意啊 還是什麼 大不了不是回去新加坡再找工作啊 反正你現在又不是沒人請 也不是什麼難事啊 對你來講 因為你已經經歷過 你也已經在那邊工作過啊 這裡多姿多彩得很 看我天天這樣拍影片 你就知道我人生 好他條啊 從新加坡回來馬來西亞呢 其實你也可以過上很優質的生活 因為我們的地超多的 看到一個朋友 他們就是一家四口 一個月的考慮之下呢 直接就整家人 move回來馬來西亞了 新加坡一整間家的租金呢 活700方尺的HDB 可以租這一邊 Eco-Rocity的Semi-D屋子 你可以想像那個分別嗎 就是一家四口再加肚子裡面的那一個 活在一個700方尺的一個小屋子裡面 可是現在它進化到3000方尺 所以其實生活素質也已經大大的提高 生活中的空間也是一個會影響你有沒有壓力的一個東西 只是可能我們如果習慣了在那個地方 我們不覺得而已 只是在我們心裡是有覺得一種壓迫感的 這是我回來馬來西亞以後覺得的東西 就每當我回去新加坡 因為我家人畢竟還是在新加坡嘛 所以我每一個月都會回去新加坡一次 一開始我是覺得開心 因為我可以見到家人 我哥我姐我哥哥的孩子這樣 可是住個兩三天以後我就開始覺得壓迫了 壓迫感來了 很stress 然後地方又很小 然後大家都很趕時間這樣的樣子 反之就是我在馬來西亞就是超relax 真的打麻將欸 欸 鹽茶咯 喂 媽媽喔 喂 打王子咯 喂 要喝wine嗎 偷偷告訴你 馬來西亞的生活多吃多彩得很 而現在的這個社交媒體的年代呢 只要你肯再加上一點點的idea 你一定一定不會餓死自己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的分享 還有如果你遇到一些正在考慮想要回馬來西亞的朋友們呢 你可以把我的影片share給他們看 然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還有就是記得subscribe我喔 按這一邊按這一邊 Yay thank you 下個影片見囉 Bye